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的杆在插球的时候 杆只是不可以碰到地面上 它是放在我们的脚背上 她等于也是尊重这个球 也尊重这个客户 她也是尊重自己的工作 师姐她有一个习惯 她是会写笔记 她哪一天没回来 哪一天什么 其实她自己心里 我觉得她会 因为看了这个笔记 她累积的这些心事也好 或是这些东西 对她一个数据来说 就是到一个 已经无法附和的时候 那个爆发 这个十万块的确是很重要 一个 40到90甚至2000年 这段时间 她女性的变化是剧烈的 先讲她的自觉抬头 然后再过来看男性 男性始终是没有变的 就是 比较顾步之乎的这一块 那大多数的生活是苦的 那因为师姐的角色比较特殊 除了要工作正常工作之外 她有一个她自己的个性就是 她会觉得她被遗弃了 我天空我一定会赢 一定自己灌米汤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那么惨呢 那你赌十都九书 她永远是看那一次赢的 哎呀天哪 因为喜欢赶不了 你说这个是一个因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习惯 习惯 对 因为你喜欢这个习惯 所以你会一直走下去 当你不喜欢像我不喝酒 你叫我喝酒 我就酒就是难喝 我为什么要喝 因为我不习惯 所以我就不会上火 这对儿子来讲的话 其实 爸爸回不回来 其实他都没关系 因为 真的喔 因为他主要是 儿子跟女儿比较大的不同 妈妈的问题 因为他会让妈妈不开心 如果他回不回来的问题 是在于 他回来了 如果又让妈妈不开心的话 那事情不是一直在发生吗 所以其实那时候 妈妈问儿子说 你看你要不要拉回 对 其实儿子心里想说 其实在想的是 他如果回来了 事情还会再发生吗 一位高尔夫球场的甘地 独立养育三个孩子的客家妈妈 在小白球的世界里 接触佛法 明白命里无时 莫强球 他很会算命吗 他今天刚好在打球耶 只要心存散念 认识慈记 激励了他全心投入环保回收 经济不断二十年 我跟你说 我自从想要做环保之后 整个人都好开心喔 什么烦恼都不见了 火岭上的九江风 就像人生中 一阵又一阵的逆境 磨练刻画了 陈贵珍一生的命运 在环保的洗涤中 它是那颗 尘风飞翔的白球 在空中圆满地 飞出漂亮的线条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人间度绝有情 我是阿娇 这礼拜国礼上的九江风 陈贵珍师姐的故事 让我们看见了 一位女性的坚强 以及慈激环保的力量 在贫困中长大的贵珍 从小渴望拥有 自己幸福的家庭 没想到丈夫沉迷赌博 拖累家庭 为了切断理还乱的财务关系 勇敢的她选择离婚 独立扛起家计 为人开朗内心刚毅的贵珍 因为球场的客人介绍 接触了慈激 开始投入了环保 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年 真的让人非常的敬佩 今天第一段节目 我们邀请到 男女主角秀琴舒比线 还有导演傅国良的丽琳 让我们赶紧来欣赏 第一段的精彩戏剧片段 虽然你过几给大舅 但是你住在二舅这里 我是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 贵珍 等一下把赛豪的床单收好 明天要办土地公的青菜 还有葱跟豆干 也都帮我准备好 好 我知道了 这封信 是台北妈妈寄来了 你妈妈说 如果你愿意 可以回到台北的制片厂工作 我妈妈 贵珍 我是妈妈 我是妈 好好吃喔 媽媽就知道好好吃 要和 她呢是三阿姨的女兒 她呢是三阿姨的女兒 叫陳桂甄是妳表妹 她呢是三阿姨的女兒 她現在在新豐的菲律浦上班 離你們台原訪之場不會很遠 表哥你好 妳好 放假的時候沒事 可以約出來吃吃飯了 好啊 要和 謝謝妳讓我圓夢 自己擁有一個甜蜜家庭的美夢 就要成真了 不要動 這種觸動的事情我來做就好啦 以後不管任何事情告訴我就好 我來做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 孩子們也漸漸的長大了 要和雖然實現了當初的承諾 買了一間新房子 但是她晚歸的日子也越來越多了 怎麼還不回來 我為什麼這麼笨 我實在對不起桂甄 她工作又要顧家 現在一定還在等我的門 唉 我只是想說能不能贏點錢 幫忙加點菜 現在馬上為大家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男主角 也就是我們的舒筆憲 筆憲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舒筆憲 再來是為大家介紹的是 飾演女主角的秀琴 秀琴您好 大家好 以及全球的大家朋友大家好 我是修琴 再來介紹就是我們這一齣戲的導演 傅國良 國良導演您好 大家好 我是傅國良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陳桂甄她是其實從小 就是等於說是給舅舅 到舅舅家去生活的 那算是過季給舅舅的 但是我們看到貴君師姐 在她人生的這個經歷裡頭 我們看到其實是相當的辛苦 但是呢 師姐本身又符合那個年代的一個 女性角色的一個特質 這個部分想要請導演跟我們聊聊 在那個年代 那個女性角色到底扮演的 整個社會上的一個狀態是什麼 她特色又是什麼 400到50年代的台灣女性她比較 她因為在台灣還沒有未開發 沒起步之前 那大多數的生活是苦的 那因為師姐的角色比較特殊 除了要工作正常工作之外 她有一個她自己的個性就是 她會覺得她被遺棄了 因為她是過季嘛 是 過季過來的 然後可能跟嫂嫂之間 可能跟家裡面有一些距離 所以她會覺得她被孤立她很痛苦 但是事實上從故事裡面來看的話 其實在師姐小時候 她是被大家都疼愛的 因為兩個家庭都很接受她 甚至於說希望能夠照顧她 那她在那個生活期間 在那個時候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 以40年代 50年代 年代的女性來講的話 這種日子是非常正常 而且很頻繁的 是 秀琴自己現在還沒結婚 可是你現在扮演這個 在我們戲裡面 妳演的這個歸正世界 她是19歲的時候 然後就嫁給了自己的表哥 妳當時在詮釋這一段的時候 妳的心情是什麼 當時其實19歲 如果是以當時那個角色 在扮演的時候 19歲對我來說 其實並不是算早婚 算是蠻正常的一個年紀 在那個年代的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 當然也有期望說 我今天如果嫁對了人 可能我未來的生活就會不一樣 是 對 就會跟過去的 不管是辛苦也好 或是期望一個 有一個完整家的那種心態 那我那個時候 當然也是覺得說 是覺得當下 其實覺得是自己很幸福 而且那感覺是 人生的一個新的開始 對 因為進入一個 新的不同的環境 跟家庭裡頭 而且這個家庭 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一個家庭 讓我們也看到 秀琴在裡面 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角色 好 那也比較充滿了一些 負面的情緒 那你自己剛剛私下也講 其實你對這種東西是沒興趣的 好 那在這個角色上面 你怎麼去面對自己 調整自己去面對那個 比較負面的那個角色上的你呢 十讀九書 一定的 但是大家都看那個會贏的一次 因為會贏的一次 就是那種爽度超高的 就想要以小博大 對 反正我還是會贏 我總有機會贏 所以越賭越大 越下越多 這就是一種心態 那個刺激性 對 老實講 我覺得 師兄他並不壞 對 他並不壞 其實他對師姐也是非常的真心 但是到了後面 因為朋友一再地邀約 你知道男人愛面子 朋友接就會去了 我們回到一個家庭經營 這樣的一個精神層面來看 從以前早期的女性看過來 到現在 女人好像在這事情上面 也沒有進步多少 能跟我們分享一點這個部分 第一個 40到90甚至於2000年 這段時間 她女性的變化是劇烈的 先講她的直覺抬頭 然後再過來看男性 男性始終是沒有變的 就是比較固步之風的這一塊 那大多數的人都 大多數的家庭生活 都保存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把凡事認為理所當然 可是當你的理所當然去 預約到你的親人的範疇的時候 你踏到他的底線的時候 他會排斥 他會反彈 那他就會形成 就是久而久之他就會累 疲憊 那他會去講一些事情 談一些問題 那這個你會變成唠叨 那這個其實跟賭博 這一個我們這一次的 這一個體材比較 沒有什麼直接相關性 那我只覺得家庭生活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就是 真的要大耳化之 很多事情要看不到 那很多事情用欣賞的角度 去看一些事情 是 沒有錯 大耳化之 用欣賞的角度 也常常我們上一遍 母親會教導我們說 女人一旦結了婚 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謝謝 感恩 這麼一點薪水 怎麼夠支出 家庭的開銷啊 去要走哪裡 再陪你吃 下個月的房單要繳了 你還沒給我耶 我把這個月的薪水啊 寄回去雲林了 之前的名單明明沒有我啊 為什麼擴大之前 現在家裡正需要錢 也只有這個辦法 去找阿總 你去哪裡了 通常您需要加班 加班 加班 你可不可以換別的理由啊 你到底是怎麼了 為了賭博都不問我跟小孩啊 發生這麼大的事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為什麼要瞞著我 還是天天出去天天晚歸 你要去找工作嗎 你業地還有這個家嗎 誰那麼多信給你 你有看過嗎 你有回憶嗎 雨淇啊 你知道爸爸不會再去賭了 但是喔 你們大人做做事情 總是一堆藉口 我們小孩子做做事情 就是不聽話 再訪一次就好了 最後這一次 只要早點回去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我想像這一次 絕對可以贏回來 十萬塊 十萬塊 還要喝啊 怎麼還沒睡 你現在不是不登門了嗎 今天是最後一次 什麼意思啊 我要跟你離婚 請你離開這個家 我想這個決定 真的沒有這麼的容易的 我們看到劇中 這個歸心師姐 也一定一人再人 那當然我覺得 就是對賭博人來講 其實她總是會 一次一次的警惕自己說 這是最後一次了 不會再有下次了 我就是這最後了 但是我相信 她都永遠不會是最後一次 當一個人執迷在一件事情裡頭 好我想要先請教一下秀琴 因為師姐真的是為了 最後這十萬塊 所以她看破了這個婚姻的嗎 當時當然這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應該是最大的極限 因為師姐她有一個習慣 她是會寫筆記 她哪一天沒回來 哪一天什麼 其實她自己心裡 我覺得她會 因為看了這個筆記 她累積的這些 心事也好 或是這些東西 對她一個數據來說 就是到一個已經無法附和的時候 那個爆發 這個十萬塊的確是很重要 她這麼辛苦 尤其她自己這麼辛苦的工作 然後小孩子家庭 整個家庭 然後先生如果是因為生意失敗 或是因為別的原因沒有錢 那還情有可原 可是她是因為賭 而且一賭再賭 然後太多理由太多藉口 我覺得對她來講 她寧願自己一個人 把家裡跟小孩照顧好 也不要 也不要跟這樣的一個 算是一個不定時炸彈的人 生活在一起吧 這已經變成是師姐的另外一個人生 非常沉重的包袱了 對這個抉擇對她來說也是非常痛苦 但是已經把她逼到 必須要做這個 對 那男人真的是這樣嗎 冰仙 這個其實老實講我也 因為我不賭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體會說 你真的是在那個賭的時候 贏錢的時候是你那種爽度是到 到什麼樣的一個境界這樣子 對但是好像滿刺激的 我倒覺得有時候是一種 倒不是那個之後的結果的滿足 有時候是一種癮 那個癮頭一旦上來的時候 你會沒有辦法自製 就像我們說賭博也是 抽菸也是 就是都是一個癮頭 還有飲酒過量我們說 對就是 喝太多這件事情也是 就是你怎麼去借這些 就是說這些有癮頭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麼容易 就是 我覺得喜歡 因為喜歡趕不了 你說這個是一個癮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習慣 習慣 對因為你喜歡這個習慣 所以你會一直走下去 當你不喜歡像我不喝酒 你叫我喝酒 我說酒就是難喝 我為什麼要喝 因為我不習慣 所以我就不會上癮 對不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選擇 就是因為我也不讀 我也不喝酒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選擇 你自我的一個選擇 你要不要去 那你會用一百個 假如你選擇去 那你會用一千個理由 去支撐你自己的選擇 那相對的 既然你結了婚 婚姻也是一個你的選擇 那你要不要去經營你自己的婚姻 年紀大一點會成熟一點 可能對經營家庭會懂事一些 但是及早做這方面的準備 你及早去做好經營家庭的準備 那對 所以你的人生未來路 可能會走得比較順遂一點 可是有時候說這個做準備 真的人不到那一步 也沒有那樣的一個智慧 說實在我們的人生 都是走一步一步的在學習的 這個歸正師姐 也一直在做這個職業 就是甘地這個職業 我們來聊聊這個部分 因為一般大家 對甘地這個職業 其實是比較陌生的 可不可以請秀琴 跟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甘地到底做什麼樣的事情 在沒有接這檔戲之前 其實我對甘地也不是太了解 只知道說在球場工作 去拍了之後 才知道說其實甘地他本身 應該說在球場上算是服務 他的客戶也好 維持整個就是 引導他們的客戶 在打球的時候 方向也好 風向 然後他自己都還必須有 還要引導風向 他其實我後來發現其實甘地 甘地非常專業的 他非常專業 他必須要有 可能更大的能力是 他要知道今天的風 他現在是幾月份 然後要知道風向是怎麼吹 然後球要怎麼打 下一個球 他低桿打出去之後 下一個 他會引導他下一個球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是很專業的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 這麼簡單的感覺 不是只有撿球這件事 撿球然後背球桿這個事情 不是 甚至於拿球 然後你拿著他的球桿 你放著位子 像我也是 因為剛去的時候 去鄉見歡的時候 我們就是約在 興風球場 導演就叫我觀察 師姐他們一些 甘地們做的事 然後我就發現 他們連甚至於 幫客戶拿著球桿的時候 那個球的 手的那個桿 在擦球的時候 那個桿只是 不可以碰到地面上 他是放在我們的腳背上 他等於是 也是尊重這個球 然後也尊重那個客戶 那他也是尊重自己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看到 就是師姐還是 到現在的年紀 還是在從事這個工作 所以你就可 可以想見 就是 師姐的一個 一個毅力 究竟你自己在演這戲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 在離婚那一段 對 你放比較重的一個 一個情緒 去演這個部分 媽媽也不願意 他真的就是累積到一個 可能某一些點是過不去了 自己都沒有辦法去承受 然後 那個任性也被磨到 受不了了 所以就覺得說 當然他提離婚 我覺得在心裡面 真的也有覺得說 如果我講到這麼重的話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會 因為知道這個嚴重性 而真的改過 但是我 後來發現 人 除非自己要改 那至於表現部分 是導演 當然導演引導 他希望我怎麼做 那我就是把那個 氣氛的 以及絕望的那個心情放大 那好不好 或是怎麼樣 導演 抉擇 導演覺得說 這個不是我要的呈現方式 導演回去修正 我們就修正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做演員 跟導演之間的那種 默契也好 信任度 就是這樣子完成這個作品 而且演完那場戲 就像教你剛剛講 我覺得 對對對 我當時的確是 演完這場戲 我會很慶幸 我沒有經過這一段 我會很慶幸 我自己反而會很珍惜 真的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三位的分享 謝謝 也感恩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甘地的工作雖然辛苦 但是讓陳桂甄師姐有穩定的收入 一家人的生活 隨著孩子的長大也越來越好 但是有一天 桂甄探訪獨居老人時 最不想回憶起的丈夫要和浮上她的心頭 她思考著孩子的爸爸獨自在外 會不會也變成淒涼的獨居老人呢 沒有想到師兄真的回來了 那真是浪人很感傷的一幕 讓我們先來回顧精彩的戲劇片段 再回來慢慢地聊 我在慈禧魚館看過你照片 你也是慈禧人 我不是我不是 我叫陳桂甄 我還不是慈禧人 這是我的名片 剛好最近百桂有一個幸福人生講座 歡迎你去聽聽看 我相信你聽了之後一定很有感觸 謝謝夫人 你跟你們家師兄的感情怎麼那麼好 沒有啦 我們以前總是吵吵鬧鬧的 我們家師兄脾氣差 我們三天一大吵 兩天一小吵 真的嗎 可是看你們感情那麼好 一點都看不出來 這個啊 你就要慢慢去體會 這個做環保的奧妙啊 做環保 環保啊 不只是親地球的垃圾 也是親我們自己心靈的垃圾喔 心靈的垃圾 天啊 它怎麼會漏破成這樣 我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吃 求你讓我回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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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爸爸 求你爸爸 你做決定 好揪心的一段戲喔 如果當下師姐這樣的一個女人是您的話 您會做什麼樣的一個決定呢 在這個階段呢 為您邀請到我們的本尊 陳桂甄師姐 歡迎桂甄師姐 主持人好 全球的大愛觀眾大家好 以及飾演桂甄師姐的兒子的吳懷中 懷中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懷中 首先要請家家師姐 我們剛剛看到那一段戲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女人 在看到那一段戲的時候 心裡都會揪了一下這樣子 這個橋段是真的嗎 真的 好 那師姐現在很不好意思 我們要把你的回憶 拉到當時的那個場景裡頭去 您幫我們談一談 在當下您看到師兄 那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你心裡面的那個掙扎是什麼 非常的掙扎 掙扎就是說 孩子三個 你一定要為這個家而來撐 那其實在當下那個點 你看到師兄這麼的落魄 其實心裡面有怨恨 有憤怒嗎 有 但是會有想說 我們已經做此事了 看看別人我們都要照顧 更何況 自己的親人 身邊的人這樣 那有打從心裡面想原諒師兄嗎 有 有原諒他 但是 有時候 我就是盡量 叫他自己做慈激 家裡的負擔 現在是還好 把環保各方面做 你多做就多得 我們知道就是在戲裡面 有沒有看到師兄 因為喜歡賭博這件事情 我想是讓師姐最在意 過意不去的 除了這個事情之外 你有看到師兄 好 那我們來聊聊懷中 因為我們在這戲裡面 可以看到你跟妹妹兩個人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風貌當中成長 可是你們卻長成了 比較截然不同的兩種性格 是 來到這個部分 為什麼你比較溫和 而且妹妹就比較分事技術呢 應該是 哥哥本來就 因為 畢竟她是妹妹嘛 那妹妹看了那麼多 就是家庭這樣子 每天吵來吵去 爸爸又好多 然後每天這樣子吵架 那脾氣會比較火爆一點 那既然是哥哥的身分 本來就是要照顧妹妹帶著她 也不能自己做一些 就是不好的榜樣 自己在那邊發脾氣 那這樣哥性比較溫和 所以說 他會把這些事情 反而是對媽媽貼心一點 對 不會像說 講話了 因為不然的話妹妹 家裡已經有一個妹妹是這樣子 就是每天火爆 不高興 不開心 那如果哥哥也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家庭其實很難的融合下去 好 那要請教一下秀琴 在這個戲裡頭 你飾演貴贞師姐這樣一下 你覺得 她最值得我們學習的精神是什麼 我覺得貴贞師姐她其實 因為從小的環境 一直累積到現在 我覺得她不給她自己 一個空間帶慢 對 因為就算是環境給她 再多麼的苦 或是甚至於先生這個樣子 那是她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 可是她可以控制的是她自己 她要不要做 也是選擇 那她選擇的是 我靠我自己 那其他如果有多的 就是她的福氣 我不知道是 柯生姐是不是這樣想 對 但是她就是不放 不怠慢自己 一直去做 也許在她心裡面覺得 做了就還了一些 我懂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剛開始以前也會覺得說 某些事情 一個家庭裡面會覺得 為什麼都要我做 誰誰誰 可是 在那段時間其實說真的 也有一個覺得說 柯生姐她是 什麼事情她覺得做了 她如果轉成正念 她就會覺得 每一件事情做的 對她來講 就是強大自己 那我就覺得 這個部分 倒是給我滿大的鼓勵 我覺得 不應該給自己空間去帶慢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正面的 一個精神學習 對 柯生姐真的是這樣嗎 我想要請教您一下 確實 確實 這個很好 是喔 真的 所以你的人生 你也不給自己空間停下來 帶慢下來的 對 不行 不能白過 對 我常來的萬事修 所以我常想說 我們在這個人世間 能做是福 真的要把握因緣 所以有的時候 師姐妳是會覺得 人生真的是這樣 就退一步 海闊 海闊天空 轉一個身 另一個轉念 人生又是另一番 不同的美麗風景 對 所以說有時候 不要看得太悲觀 是 對 人啊 常常講 妳要去廣結善也 是 在我這個人生裡面 是 一路走來 雖然婚姻不是很OK 但是我旁邊的貴人很多幫忙 是 所以我們常講嘛 人生不是只看一個面 也不是只有 癥結在一個點上面 對 對不對 今天真的非常感人 三位的分享 謝謝 感謝 謝謝 有些事 我想跟你談一談 我覺得你對爸的態度 是不是可以在 在怎樣 我相信沒有人是完美的啊 而且既然他是我們爸爸 我們就可以給他機會 各位師兄師姐你們好 我叫何耀和 聽說你對電器類很有辦法 我等一下拆電視 兩個人一起拆比較快 讓我修理看看好不好 或許可以看 我交給你了 好 沒問題 我們家師兄真厲害耶 會修機車又會修電視 他修什麼都很厲害 但是啊 就是不會修理他自己 對 維甄師姐 你看我們這些回收的物品 如果沒有整理好 可以把我們這個地方 搞得一團亂 我們的人生也是一樣啊 遇到了困境 我們就要去面對它 解決它 不然啊 就會一直混亂下去 是啊 我不能再讓我的人生 再繼續混亂下去了 师兄姐都很亲切 让我觉得我来到这里 能够发挥所长 让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那你下次还要不要再来啊 当然 这戏里面有一句话 真的说得太好了 就是贵真师姐跟令文娥跟师姐说 对啊 因为师兄什么都会修理 但是就是修理不好自己 其实师姐跟您报告一下 很多人真的都是这样 就是说人生总是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 好像你觉得他面对这个事情 也可以处理得非常好 他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也很成熟 很有智慧 但是在面对自己的那个部分 老是让人觉得怎么就欠缺了这么一点 怎么就没把自己的那个部分更完成呢 那我们说实在 在这个戏里面 当然我们是一个观众 我们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会会心玩耳的一笑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 当师姐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这背后你真的经历了太多人生的故事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先回头来看师兄 还会有一些气在里头吗 还好吧 现在小孩子都大了 二来 也看太多的感恩户那些 再来 在球场上班也听了很多 感恩户也看多 所以说我觉得说人生没有多少气 可以跟他再生气了 当初你最气他的是什么 赌博 真的就是赌博 对 你怎么劝过他 用什么样的方式劝过他 很多方式 我甚至透过 我自己没 你讲说自己没办法 还透过朋友 真的是很难 这个赌博的东西 只是要靠他自己 你自己不救自己 你要旁人来 一直去跟他 一直这样赌倒 可是跌的是很难 是 人就不如自救 好 秉献 你在饰演师兄这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真的到最后 自己回到家的时候 是很潦倒的时候 然后回到家 以你一个 我们现在跳脱 以你一个男性的角色来看 是不是男人真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想要 我有一个家 我想回家 我觉得好像不一定 对 他可能会找一个洞砖 对 就想不开了 就反正去当流浪汉 我觉得应该是师兄跟师姐的因缘 太深了 所以 我在演这场戏 我觉得师兄其实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坏处 就是这个赌没有戒掉 包括其实他的脾气也很好 丢东修西 什么都会修 没有什么不好的 对 就是赌戒不了 那你这个就是 就是你一百个好处 一百个好处里面 你九十九个好 唯一这个坏处是最差的那一个 那你怎么办 所以师姐当师兄回来的时候 你接纳他再回到家的那一刻 你们在相处上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相处上面的话 就是 都谈词即时 比方说 回来会讲说 改天哪边有个告别式 哪边的环保要回收 哪天我要去志工 你要把我的回收点 把我环保再回来 所以你们现在比较两个人 比较不会聊到私人的一些问题 比较少了 人一大把了 不会 那会聊以前的事吗 不要再一直把那个伤口撒人吧 没错 这真的是一个智慧 我们刚刚私下 在跟贵真师姐聊天的时候 也问到 就是说 当这个贵真师姐 在打开那扇门 再接纳师兄回家 这除了智慧之外 还需要度量 对 你怎么再去面试师兄 因为这个人 你曾经对他失望过 曾经对他放弃过 那你怎么再接纳他 说我们又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每天跟你生活相处在一起 因为毕竟要有一个完整的家 孩子也要有老爸 再来我们又是做慈激人 给人家不要看说 你们慈激人怎么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人生很短暂 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那当初师兄会去做环保 是由师姐引荐的吗 对啊 有时候我就会说 我们能做得到的方法 我们自己家也有一个环保别 所以社区里面多多少少 多人家都拿过来 拿过来他会帮忙分类 这也是给他机会造福 所以师姐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一开始跟师兄一起进入慈激做环保工作之后 你觉得师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反正就是给他有一点事情做 他就不会说 东混混 西混混这样 人生有一个目标在就对了 对 对不对 最起码也有时候 在做慈激 有时候我都会常提醒他说 你在做慈激有很多事情 人家都放大镜在看你 他做慈激借要守好 也因为真的开始做自己 也会回头来看看自己的一个修为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再请教一下怀仲 对于爸爸离开家 然后又后来妈妈接纳 爸爸再回到家 这一场戏里头 你怎么去诠释 这对儿子来讲的话 其实爸爸回不回来 其实他都没关系 真的 因为他主要是因为 这儿子跟女人比较大的不同 因为是妈妈的问题 因为他会让妈妈不开心 如果他回不回来的问题是在于 他回来了 如果又让妈妈不开心的话 那事情不是一直在发生吗 对 那如果他不回来 但妈妈又想他回来 也是不开心 所以其实那时候 妈妈问儿子说 你看你要不要拉回 对 其实儿子心里想说 其实在想的是 他如果回来了 事情还会再发生吗 当然毕竟是爸爸 他还是希望他回来 对啊 那师姐那时候 为什么你会把师兄回来的 这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交在儿子身上 你反而去问儿子说 你希望爸爸回来吗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多事情 就是我也不知道 想儿子已经成年了 就给他去打算 丢给儿子就对了 丢给儿子去打算 这个有一点说 你想逃避这个问题吗 也许 因为毕竟他是 他的是爸爸 好 那在你人生走过 这个最苦的婚姻路 然后到你现在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家 也真的是接近圆满了 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最大的感动 感动周边很多 帮助过我的人 毕竟在球场 第一最感恩就是 球场有给我一个 很稳定的收入 把我三个孩子养大 二来的话 也很感恩我的母鸡 就是林尤梅师姐 跟林昭元师兄 她两个去打球 建议到我到慈祭 所以我进了慈祭以后 我的人生方向 重心都会放在孩子 跟慈祭方面 每场做凡事 我都会想说 我是慈祭人 很多事情 我都会去考虑 很多 所以说 我觉得说 天无杰仁之路 对 慈祭是我第二大的恩人 没有慈祭 可能也今天 没有我这个家庭 真的非常感恩 三位的分享 也谢谢师姐这样子 告诉我们 这么深刻的人生经验 感恩 也感恩全球 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 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原本就省吃俭用的 贵真师姐 做环保更是得心应手 新竹新丰香的三个春镇 更在他们早期 几位志工的努力下 拓展出二十几个环保站 让我们先透过下面一段 精彩的影片回顾 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 所以师姐这环保东西 都收到这一边 对对对 我们每天就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 就把它倒进去 有没有 就带回家就好 有没有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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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这可以啊 知道啊 他有跟你们 实际的 对 怎样 所以你们每天在那个修厂 收回来的东西都会丢出来 对啊 我们都会丢在这边 对啊 以前还没有邪佛 就是到处问神啊 到处问神啊 那种舞池 就是一直想说 拜佛就求福就对了 不是 就是拜神啊 一直想说能改变师兄啊 做了慈祭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 比我们苦的人还很多啊 那你有一些事情 你就比较能够善解 真的是离了婚以后 那颗石头就放下来了 就觉得说 即使住在一起 也没有婚姻关系了 有没有 很多事情就会比较自在 以前就是常常想说 我是他老婆 很多事情 他是同一个娄子 我就要去把它填满 填满 填满这样 我常常说紧急事情 事能知足心常的 人道无求 品质高 这个真言我就常常 所以我会写起来 这样看的就是 不去求人家是最好 所以现在我们说实在 现在师姐也跟我们分享说 他现在正他最好命的时候 对不对 又可以专心一致的去做吃剂 做环保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讲 人生有的时候 在你很苦的阶段里头 你总是要找一个力量 让自己可以咬之牙 度过那个 秀琴分享一下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吗 我印象当中 当然人生有很多类似的 但是我其实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前一两年前 就是因为拍戏 受伤那段时间 其实那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恐惧 因为恐惧的是 我的工作 我各方面 我都觉得说上了轨道 一切都觉得是好的 就是好事来临 因为自己也是从 以前在进入这个演艺圈之前 也是蛮辛苦 当然也是路上都有贵人帮助 但是我的命还没有到 那个的时候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事情来考验我 那上次受伤的时候 我的确是非常非常低潮 因为那个低潮是觉得 我还有没有机会 因为对未来有一种未知的不安定感 对 因为那种无偿的到来 他是不会先告诉你的 对 那我觉得当然除了说 还好自己心里面有信仰的支撑力量之外 那我觉得来自于身边的朋友祝福 真的是贵人帮助 让我更觉得说自己其实 我觉得心念那个力量很大 当你觉得说 你自己也愿意再给自己机会 然后不管是信仰给你力量 或是你身边给你的这些力量加在一起 你会给自己信心 你会觉得我可以做到 那个心念的坚定 它其实可以扭转很多 是克服很多事情 然后我也很幸运 让我有机会再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我从那一次我就发现 老天爷他给我 再给我一条路 而且那条道路已经是 让我更珍惜 然后更乐观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计较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说 人生一件事来临的时候 它到底要考验我们什么 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的领悟都不一样的 有时候苦不见得是苦 就看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要谈到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师姐就是到现在 还在做干地这个工作 那这个阶段 在你做干地的这个阶段里头 师姐你最想感谢感恩的是谁呢 其实感谢很多人 所有给我赚过钱的人 我都很感恩他 对 因为我们看过的 甚至以前总统 大企业家都有 是 所以说他们有来打球的 我都很感恩 他也给我钱赚 我可以养家 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可以做磁地 又可以做环保 无依无利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新竹新丰这个地方 师姐的环保是从家庭的点 做到社区 做到乡镇 所以现在呢 其实在新丰乡这个地方 已经有二十多个环保站了 有 因为可能是我们新丰乡 大家都很有福报 每个都很想要做环保 就地球 是 所以说有新的人 他就说 我家也来成一个点 他也成一个点 是 我们 松月师姐就负责环保的 他就是每天会出车 到固定的地方去 赛回来大典 我们的环保职工会在大典那边 来大家分享 每个礼拜三晚上 我们都会做夜间环保 夜间环保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设计大楼 有人有志工要说 我来承担这个环保站 大家就从那天晚上 有没有 七点钟开始 就大家把吃饱饭 就把环保拿出来那边整理好 我们的回收 就再一次回来 回来大典那边 再把它大部分的归类好 就这样 也是给我们 我们新风箱有没有 新庄主地区有没有 大家宁记每个礼拜三 大家师兄师姐 还有志工可以宁记的地方 其实我刚刚听到师姐 在讲这一段过程的时候 我感觉到 师姐整个人是在发光 发热的一个感觉 而且她是非常带着一种 喜悦的心情 在跟我们分享她做环保这件事情 对 因为做环保 我书读没有很多 你说叫我说要去做其他 要拿彼得 还有去摄影一些东西 我觉得环保这一块 是最好 怎么讲 每个人都最好经营的地方 只要你肯付出去做 又可以救地球 又可以绕全球 对 你看垃圾变黄金 黄金又变爱心 我常常跟我们社区的朋友 那个好灵机他们讲 我说你不要看点滴的一点点 一个宝特瓶 还有一点点的瓶瓶罐罐 集中大家的力量 你看我们大一台 你都有付出到内 对 他们都听得会很高兴 总比你去印再多的经书 摆在那边未必有人看 我们大概24小时都有人看 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 做善事不能等 做谈不如企而行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也感恩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